最近的敵情狀況大家都很清楚 因為連續 因為這個那樣頻繁的確造成蠻大的壓力 這壓力對我來講有助力 估出我們做好戰備整備 我想這個剩盤兩面 昨天啊共激他一天來了56架次 四天來了149架次 他就是對這個威脅越來越強大 就是他們好像是有吸壓嘛 然後就是造成很空虛 這件的敵情狀況大家都很清楚 因為連續 因為這個那麼樣頻繁 自然對我們空虛也好 海軍也好 防空部隊來講的話 的確造成蠻大的壓力 但這個壓力我跟我們同仁講 這壓力對我們來講有助力 估出我們做好戰備整備 我想這個剩盤兩面 我覺得是 也謝謝大家關切 謝謝 那北方的部份 就是中北方也進出我們台灣嘛 那就是好像處方部的 北方的這個國務院環園 那邊也有做台灣 那對於中北方的部份 我們是不是也有做一些問題 我曾經有表達過 任何一個國家 任何國家外交處理大家也很清楚 任何國家 任何團體 對我們在戰備整備方面 有所幫助的 有所不敢發生 對我們做國務的 我們都很感激 都樂見 但我們絕對 並不仰賴 哪個國家講的話 我們就不作氣了 我不會講這個 特別跟大家做說明 國長想問現在這個外交部長 胡釗憲 接受外媒採訪在這邊 外媒採訪的時候他說呢 就是如果台海發生戰爭 台灣一定會戰到底 可是對於台灣民眾來說 這樣會不會對國家安全 有一些憂心跟敵律呢 這個要各部會之前 他發表的言論並無並沒有去做一個評論或智慧 但我覺得想說 國家安全仍然有責 但我們支持國防的單位 尤其首當其衝 所以我會一直努力做戰備整備工作 其他言論方面的我們沒有去做太多的琢磨 部長請教一下我們現在戰到底準備好了是不是 跟對方戰到底我們準備好了 戰到底是一直在準備 沒有辦法準備好了 就是這個邏輯 軍人本務嘛 我們應該要做好我們本務工作 那我從軍那麼多年以來啊 我一直有的認識 國家養育我們 培育我們有多年 最後我們客信職責 我們的做法 堅持到底 然後我們登領工作就要堅持到